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其中可以称为古树名目的 就是指树林超过一百年 树种珍贵、树形奇特、稀有 又或者据特殊的历史或文化意义 而列入了本欧古树名目保护名录的树木 欧盟特区是否有立法保护这些珍贵的古树名目呢 古树名目是受到本欧法律所保护的 根据《文化遗产保护法》第106条古树名目 以及第98、99条相关行政处法制度 禁止伤害古树名目 而业权人也有维护的义务 如果有违法的行为 会被科署罚款2000至20万澳门元不等 现时澳门古树名目的数目有多少 市民有什么渠道可以将一步了解相关的资讯 根据第11邪划2013号法律 《文化遗产保护法》第106条第二款的规定 经第83邪划2023号行政长官批示核准的 古树名目保护名录 现在现时有645树的古树名目 其中古树641树、名目4树 市民可以浏览本处澳门自然网里面的古树名目专页 查看有关古树的资讯 此外,本屋的古树名目上也挂有识别牌 市民只要素描木牌上的二维码 就可以获得对应树木的资料 市民应该如何做才可以配合政府的工作 共同保护本屋的树木 市民日常可以多留意身边的树木 如果发现树木異常落叶 枯毁、掌势衰退、滋干枯毁、根干木側干枯或开裂 掌出例如零支的大型紫实体等 就可以透过市征栽线 或者致电市民服务热线 2833-7676来反映 同时也呼吁业界、私人庭院 和土地拥有者和使用者 定期检查和跟进树木的情况 尤其在风雨季来临之前 就要做好预防的措施 以减少事故的发生 谢谢呂小姐 谢谢 今集节目时间足够 到备